你的位置上会帮助你的东西跟别人不太一样 你大部分人既然都支持扶扣 那你占有不同的位置 你选择一些扶扣的层面 是跟你比较相合 可是也跟别人对抗的 那可能有好处 扶扣的东西其实蛮多的 你要选取哪一部分 要靠你来思考你的题目 什么样的写法 在这个问题当中选择出来以后 把它挪用到 怎么挪用我们等一下再讲 还有就是 你不要不要扯扣自己的排位置 这个很简单的东西 我一直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 你们都知道造谈的名群 造谈成名群是什么 但是你听完这句话 我很丑但是我很不容易 你会不会觉得他丑不丑 很太丑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感觉到 好像这个人有很多可取的成分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们不带走的呢 是因为走在前面说了 然后后面有个弹词 就表示说虽然那个事实存在 可是我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存在 可以tempere前面那个东西 可以让它更有把握力 你如果不信这个效果的话 我们先倒过来说 我会觉得 我很温柔 但是我很丑 这句话的效果就让你觉得说 我觉得我的定时很恶心 还有前面的温柔 都不敢打破了大家的效果 这个就是写作过程当中的 这个siquis的效果 这个前后的位置 你怎么会转折法呢 当你要凸显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不是直接把它丢到纸上 相反的你要把它坐落在一些 巨子结构的位置上 让别人觉得 这个是你要服务 你要关注的那些东西 这一方面在写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那种转折你的位置 尤其是像刚才所说的 但是可恥 这种字眼 这种字眼的转折 通常是加强后面的东西 它虽然好像你看这两个部分 我狠手 但是我很温柔 这两个部分看起来是平等的 可是事实上 在但是加进去里面 后面的加重 前面的机能 所以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想要跟别人保持 某一种差异性的事 就会用这种写作的方式 虽然说对于某空间的 某一某一种理解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多半大家都忽略掉了什么 然后把这个重要的东西引进来 表示说那是你一个人的创建 这是一个很小的写作技巧 跟它相类似的这个处理方法 还有各式各样的准备下来看一些具体力 比如说你叫做什么抓的情况 这一方面怎么样来让聚光灯 投注在你要别人注意到的这个事情 这样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才说一句句 我们还有在文章里面 铺沉的时候 第二章应该什么 第三章应该什么 第四章应该什么 越往后面通常越重要 大家记得你不要把好过东西前面讲完 后面来到很多蛇尾的感觉 所以越到后面的话 按理说不但是越重要 在理论层次上还越高 而且要更深刻的让别人看到你的动静 所以越到后面 就应该有更高层的一些对于资料的准备 这一种sequencing的方式会让别人检视 倒吃甘蔗 越吃越觉得好天啊好天啊好棒啊 很好 越到最后高潮结束 那有一些人的写作的方式是说 把他自己的课字先写出来 他的立场先写出来 然后后面写一些 A又说什么 C又说什么 C又说什么 完了 到最后的话 当我读到C的时候 我只记得C说什么 就记得你 那种C的位置 所以这个也是写作里面的一个技巧 就是 你最主要要讲的东西的话 应该在我们的后面出来 因为人的C一绿绿就写了线 他就是自己的最靠自己的 所以当你在列出来 比方说第一点第二点三点 这种排序的时候 也要注意到什么东西要放前面 排序排一二三的时候 通常你可以说 其实最重要的二次之三次之 可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 是比较简单 然后让别人觉得好像 越到后面越无情的样子 通常比较好的写作方法是 第一点是一个不同的层面 第二点是另外一个层面 第三点是一个更深刻的层面 让别人读的时候 觉得一直渐入加进 渐入加进的话 一直到最后 都对你有强好感 打根数的通过比较好一点 可是如果说一直落下来 如果落落落落到最后的话 通常到最后大家就觉得说 有另外一个取巧的方式 这个东西也是让别人感觉到 一种九软十八折 好像突然三重水 一无路的时候 突然就出来 又有另外一个性格观点出来 这一些写作的时候 概念的发展 概念的排序 用什么样的连接词来联系 都会造成大家在阅读上面 不一样 好 下面 Support evidence and citation 我们要引用别人的资料的时候 怎么引用 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看第二章 另外一章 第二章 第二章 这个特别是针对 第二章的 文献处理的这一部分 有很多人认为 我们要去引用别人的句子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就是 Cartell's 说 一句话超像 他有一个这样子玩的 真正高龄的人 就不这么做 只丢一句话 就是小事的行为 真正大学生 只能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要证明有一个大学生 所以你们一定要做 以下的事情 当说 你要使用这个 Votation 使用某个距离的时候 如果能改写 就改写 如果他原来的语句 写得是非常的特殊 非常的有 有某种建定 你还去扣着他 这个意思是说 我觉得有很多人写 那个 Research Perry 他以为他就做个剪贴 第二章 文献研究的部分 就剪贴 某某人说一句 某某人说一句 把它贴在一块 贴完了 就这张就贴完了 这里的话 完全不能呈现出来 你有什么要的感性 所以事实上你要做的事情是 能够用你自己的画去挖掘出来 它的深刻含义的时候 你就用自己的画写 可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凝聚 他那个聚情 真美真宝 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你就只能去扣成 所以千万不要说你觉得所有东西都要扣扣扣扣 你用的那个Position 是有意义的 好 于是 这个我们在文学 写文学的最长一句 我最长用的意思就是说 他说什么 John got up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小说里面有这句 千万不要说这句 你这句有点意义 小王 got up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也同意 你知道它有某一种文句的试分 特别美 特别好 你要特别加以观趣 还分析 你才用它语句 要随便带不去 好 然后呢 如果 像这个 下面有这个问题 如果这里的话 我注意到 我从来不会让一个 Position直接出来 所以我用例子 我会说 這是他講的話,很絕術,很深奧,但是呢,我可以在前面給大家一小段註解 這句話是我說的,是我對於他的作品,他的立場的一種解說,我說下面那一句話三行看起來很複雜,但事實上他基本上只要想說一件事情就是 crying is okay for a man 而已,所以我就可以用 in arguing that 三句小節,顯示出來下面那三句文字,我是讀懂的哦 我不但讀懂了,我還用你能讀得懂的方式,很簡單的說一下 你所做的這件事情是一件小事,但是有深刻的意義 這個深刻的意義,第一,證明你不是在剪貼,你還真的把他三行讀了 第二,你不但讀了,你還讀懂了,還能夠寫得出他的真意來 第三,不但讀懂了,還能夠用更口水化的劇場語言的方式 來把他那樣的學歷當中的真正深刻的含義拿出來 所以只要多寫一行字,就可以達成讓別人知道你不是小隻而已 你的笑容 所以當你在引用別人理論的時候,請注意,現在就是要第二點了 Never let any quote stand alone 你一定要去剪貼一個好句子,然後說,哇,這麼好這一句 正說中了我心中的話,我就把它整句,然後放在文章裡面 讓大家欠下的人都能看到這句話的光亮多亮 別人看的時候,可不一定看到你,要他看到的東西 這個句子二三十的字,你可能看到的是說,哇,這前面這個人講得很好 可是那個人看到可能是後面的部分,或者另外一個意義 所以一個作者如果想要能夠稍微控制到你的讀者的反應 讓讀者能讀到你想要他讀到的東西的話,你要加說明文 所以前面講說,Never let any quote stand alone 你要散著人家的句子,不要讓他們在讀存在 因此,應該要怎麼樣呢?我給你們兩個建議 第一個,Always proceed with some kind of explanation of your own and try to work the quote into your text 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像剛才那個例子一樣 前面加一個小小的說明,便證明你是讀懂,而且不懂 前面有某一種 explanation說,比方說,甚至你加一個字就跟你說 他提供一個非常清楚的說明 有清楚就表示你平價 你如果這個句子,而且你平價這個句子是很清楚的 不過我也警告你,如果這個句子其實你擴得很爛,不太清楚 那你前面說很清楚的說明就表示你很好不太清楚 其實懂這個 所以這種小技巧是小技巧 可是你還是得用得對,用得好 好,第一個,你前面有一點點讓大家覺得說 後面的文章,你是去引導他閱讀的方向 引導他怎麼來詮釋這個句子 然後呢,第二點的話 這句子完了以後,你還上來再講講話 It is also nice to follow the quote with a deeper level analysis or interpretation or interpretation 但是分析一下他可能有什麼內涵 他這裡面有什麼含義 也就是說什麼什麼 In other words 用這種方式來寫 那這樣子的話,可以 center precisely on the point you are trying to get across 前面也加,後面也加 前面說明你對這個句子的評價 前面說明你對這個句子的評價 後面說明這個句子裡面其下還有一些什麼樣深刻的含義 像雙管其下夾住中間賽者那一句話 來確認你的讀者會讀到跟你一樣的意思 同時也證明你是確實能夠manage你的material 你能夠操控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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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把它弄到你想要的那個地方去 比方說像阿俊舉這個例子 Lakeoff 以為人能取答 Lakeoff sums up the essence of sexual discrimination 那句話 這句話不是Lakeoff講的 是我講的 OK 那第一個 看這句話做了好幾件事情 第一個我告訴你說 下面我要賽者們的話是Lakeoff講的 第二個我還告訴你說 Lakeoff講的那句話其實是一種sum up 是一種總結性的話語 然後第三個我還告訴你說 他在下面那句話所說的 其實是性別其實的根本的那個本質 第四個我還告訴你說 這句話他說的還不錯 OK 所以加這句話的過程當中 就顯示了寫作者本身的某一種信心 某一種對於材料的掌握 然後下面could出來了 A man is defined by one leader 就是a woman by her sexuality 好 下面再去衝上去 下面的話當然就不是Lakeoff寫的了 因為在女套之外 This implies 這句話有什麼意義呢 反正作者 已經寫作者就作者自己動件拿出來 This implies that a man is supposed to act while a woman is supposed to be 所以這句話有什麼好處 你看看Lakeoff原來的句子 A man is defined by what he does What he does是一個結構 A woman by 又沒講 What a she 什麼 可以講說 her sexuality 所以原來Lakeoff的句子 並沒有某一種對戰工整的方式 它只是你可以寫個新句子 去把它寫出來 其實你還寫得到 This implies that a man is supposed to act while a woman is supposed to be 看起來好像是蠻工整的句子 or 再給它另外一些語言 that a man is supposed to do things while a woman is supposed to do nothing except becoming a sex object for men 原來在Lakeoff的句子裡面 是說 A woman by her sexuality 並沒有講出來性別歧視的東西來 可是在你的詮釋當中 你已經很明確地說出來 女人很多時候要被當成一個性的對象 要被文化的方式來觀看 所以這一種的這個詮釋的方式 可以幫助你去探索 在Lakeoff這個原來聽起來 很general的一個句子裡面 可以被發覺出來一些 什麼樣深刻的東西 可以把它導引到什麼世界上去 可以把它原來裡面可能有 但是未被發展出來的一些觀點 你用你自己的話 你再把它發展出來 然後繼續的往下去探索 然後在這裡的話 原來Lakeoff 原來Lakeoff 可能只是一個社會學分析一下說 a man is 什麼什麼 a woman by 什麼什麼 可是在你的處理之下 這裡面Lakeoff 突然變成一個性別的 也就是說它的理論裡面 很可能有一個性別的成分 並發展出來 換句話說 Tonels的理論裡面 可能還有什麼東西 你去把它發展出來 每一個你發展出來的東西 就是你下出來的一套寫 論文就是這麼寫出來 你去在別人的材料上 不斷地加工延展 把它的東西能夠拉出一些東西來 所以每一次 下一次 行長手再教那個論文出來的 第二章的文獻處理的時候 帶著人家句子的時候 請注意 先在句前句後 展示一下你個人的精彩 不要只是扣著一下我個人 OK 好 下面第三個 有的時候你要扣著人家 我還要注意到另外一件事 我個人在論文裡面扣著人家 好長一段 好多行 對方的句子抄很長下來 你如果要抄人家很長的句子 一定要有好的理由 就是對方這一大段當中 有某種思想的轉職 或者文具上面某種特點 是值得你扣著這麼長 否則的話 你想想看你寫文章 就寫這個五十頁 要扣著人家一整頁 在中間有一個整頁都是別人做的事 像我這個讀論文的人說 我去讀了中間半天都是卡斯堰講話 我不覺得你這個人實在是偷懶 所以盡可能的 不要去扣著人家的長的句子 相反的 你要想辦法去 我剛剛講的 去找尋在他文具當中 是否有什麼很確切的文具一部分 或者有一些很關鍵性的字眼 去扣著那一部分就好 而不要扣著這句 只要扣著他句子當中 最significant 最關鍵性的東西 Cue words or phrases from the book 而不要弄全部的 比方說 像下面舉個例子 the above mentioned case serves as a nice demonstration of 我舉例的時候 根本沒有超大全句 使用 the linguistic double-sided 在語言上的雙重標準 因為這是一個很融資 所以很好的一個服務 如果說我把它整句都抄下來的時候 很可能你就沒有把目光 焦距對焦到這幾個字像 你可能看整句去了 但我選取最重要的幾個關鍵字 就希望你的注意力 完全集中到這幾個關鍵字上 而我在這個關鍵字上再來做 再顯示出來我的閱讀 我的詮釋 OK 那下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不用講了 一些小早的東西 我還是繼續講後面 我們算是已經 OK 第二部分 剛才我們講了說 vitation的部分 你怎麼樣去 去 錯弱別人的東西 像我剛剛說 你把the above 呈現為一個清楚的意思 別的不違法 因為這個意義 是在它的語句當中 可以被抽離出來 可以被解釋出來的 可以被延伸出來的 那我們已經講了vitation了 那下面的話 還有講teraphrate 就是當你要 患用別人的語句的時候 你要引用別人的句子 是你不要引用它的原字 不然要你自己改寫 改寫 改寫 是藝術 有很多人以為 改寫大概就是 換幾個字 換幾個字 不要的改寫 其實改寫最重要的功能 是把人心的東西裡面包含的含義 IRM 我們對這也交成 一個人進行 在這也交給 公平 自己רי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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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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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看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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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观看 看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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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观看 观看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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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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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